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念 许念 别找了 他不在 你对许念做了什么 明言 不必这么紧张 许念现在应该很安全 不对 我刚刚得知自己是顾家的血脉 一时间难以接受 跑出去了 你什么意思 既然如此 我就不让全字了 这是我们家老爷子之前 给许念做的DNA 报告证实 许念就是我哥 和宋雨智的亲生女儿 但是这件事 之所以诡异的地方在于 老爷子明知道许念是顾家的血脉 却还积极促成你们的婚事 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你不是我哥的亲生儿子 当年老爷子把你带回来 非说你是顾洪泽的私生子 还服侍你跟我争夺顾家继承人的位置 我一度怀疑你的身份 但你常年在国外 又事事谨慎 加上老爷子护着你 所以我一直无从查找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许念出现了 如果你没那么爱她 非要和她结婚 或许我也找不到机会印证 但现在你究竟想怎么样 毕竟是家朝 我也不想顾家人受人非议 只要你主动辞去总裁的位置 放弃集成局 远走海外 以后不再跟我争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如若不然 这件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了 你想想 刺受伤害的会是谁 舆论杀人 别忘了当年宋芦是怎么死的 我根据这个事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就进了新梁集团 也就是你外公的公司 我当时很想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进了公司以后 我看到了你妈妈 我很爱慕她 但是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对吧 身份地位悬殊 直到有一天你外公跟我说 要重点栽培我 但是条件是要娶你妈妈 我当时很高兴 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 她当时已经怀孕了 她没有告诉我 我也没问 所以你早就知道 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权力地位 所以诱惑实在太大了 何况我还爱慕她对吗 所以我答应她 我说会对你输入九处 也会照顾她一辈子 那后来呢 后来为什么变了 其实建立在金钱关系的婚姻上 本身就不会幸福的 何况我在面对你外公 和你妈妈的时候压力非常大 直到姜婉莉的出现 我就把我所有的情感 都给了姜婉莉 后来她怀孕了 她就疯狂地逼着我 跟你妈妈离婚 我当时知道 如果这件事情公诸于众的话 我所有的东西都会没了 你外公会把我扫地出门 后来就发生了 新娘公司被收购的事情 再就是 你妈妈和顾红泽爆出了丑闻 于是我就希望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向给你妈妈 因为我知道 只有把罪责推向给她 你外公才没有理由 把我赶出去 所以我对你妈妈 就一直使用冷暴力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姜婉莉 姜婉莉会对你妈妈呢 直到你 直到你妈妈去世 后来 后来姜婉莉这样对你 我也并不是全然不知 但是 但是姚姚 姚姚是我亲生的 我一万岁端不平 我端不平 对不起 我真的是顾红泽的女儿 但我和明言 我和明言是 我和明言是 是 我和明言是 你所学的男人 我和明言是 你不相信 她是 你不认真 她是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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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郭总 巡警找到了 她在哪 在她母亲的墓地 好 我瞒过去 好 妈 在遇到明月以前 我一直以为 为你洗刷冤屈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执念 可是现在突然有人告诉我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的事情 都是错的 我现在还爱上了自己的亲哥哥 妈 妈 你快告诉我 我真的到底该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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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回来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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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